注意看,这颗CPU太狠了 各项跑分几乎都领先对手的旗舰处理器 它叫做i9-13900K 是英特尔今年新推出的处理器 除了24核心32执行序的暴力硬体规格之外 时迈还来到夸张的5.8000兆核资 而且它的3Di5-13600K也很离谱 好起来连上一代自家i7都打 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Hack 欢迎收看Enterbox 抱歉各位实在是太忙了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和各位报告 这个Intel第13代Raptor Lake的评测 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今天就来和各位一起看看 Intel的第13代表现到底如何 在这次测试开始之前 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Intel的第13代和第12代的差异 以i9-13900K和i9-12900K来做对比 两者为相同的Intel 7制程 也就是以前的Intel 10奈米 但i9-13900K从i9-12900K的16核心24执行去 直接升级为24核心32执行去 P-Core的数量没有变 但是E-Core的数量直接翻倍 但从规格看来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升级 官方表示效能单核提高了15% 多核心提高了41% 非常夸张 隔壁阵营队了两颗CCD 然后再加上一颗Io袋才能达到16核心 Intel直接一颗搞定 Intel在制程优化上也是无人能出其用 最大超频从5.2GHz直接提升到5.8GHz P和E-Core的Turbo Boost最大频率也从5.1GHz 以及3.9GHz直接提升到5.4GHz 以及4.3GHz 这些都是推动效能进步的原因之一 L2 Catch也从14Mbps巨幅提升到32Mbps 提升超过一倍耶 这是因为原本的单颗P Core 1.25Mbps大幅提升到2Mbps E-Core单触4颗2Mbps翻倍到了4Mbps 如果听不太懂的话我把算式列在这边 也因此在架构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 透过L2 Catch的提升时迈增加 记忆体控制的优化以及单核效能提高 再加上Fabric Ring的优化以及更强的E-Core群 多核心的性能就达到了40%的增长 在后面的实际软体和跑分中也可以看到最终的表现 另一颗i5-13600应该是最多游戏玩家关心的一个重点 同样有着L2 Catch提高 然后时迈增加,记忆体进步 最夸张的就是i5的E-Core也翻倍了 因此i5的多核心性能同样也有约40%的进步 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测试平台 这次的测试可能有些人会对于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平台有些疑问 但是没办法 反正想要做一些别的测试但是资源有限 所以一开始就只搞了一张DDR4的主机板 后来想想还是要让内容再更丰富一点 所以后续又弄了些零件 但是来不及加在这次的测试当中 所以就改成请Enter测试它手上的那颗i5-13600K 两边的配置虽然不太一样 但是测试的标准和设定我们都已经尽量保持一致了 所以不至于影响到太多CPU的跑分 这点还请各位放心 首先第一张主机板 Asus的Tough Gaming Z790 Plus Wi-Fi D4 它拥有16加1项的供电 就算是要应付i9-13900K还是相当够用的 扩充方面拥有4个PCIe 4.0 M2的插槽 而且接搭配这个Q-Latch 而PCIe插槽也有升级版的Q-Release 就是这个会自动上膛的 在拆显卡的过程会轻松很多 主机板背后的IO也给的很充足 还有2.5G网路和Wi-Fi 6 功能相当齐全 因为这次测试主要是使用DDR4主机板 所以记忆体我就只好掏出我的祖穿 微钢D50 DDR4 3200 16g x 2 这组记忆体已经陪我评测过相当多台电脑 时长叉叉叉叉叉叉到现在还是稳的一匹 虽然现在已经快要跨入DDR5时代了 但是DDR4的性价比依旧相当高 在性能不会差太多的情况下价格会划算很多 除了DDR4的主机板之外 这张印太的Z790A Silver 是我原本要拿来搭配1390K测试DDR5的 就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好像偶尔会看到印太BioStar这个品牌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那近几年又卷土归来 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这张BioStar的Z790A Silver 拥有18项供电 以及三个PCIe 4.0的M2插槽 BioStar的主机板就我的观察价格都还蛮有竞争力的 那再加上这张又是白色系 对于喜欢白色主板然后预算又有限的朋友应该会相当合适 DDR5的记忆体则是搭配金士顿的FURI RGB DDR5-6000 16G x2 沉稳的黑色外观亮起来却不容小觑 目前观察下来 个人觉得DDR5-6000应该算是对于追求性能的朋友的一个甜蜜点 再上去的产品频率都已经快要看不到价格的车尾灯了 那这组金士顿的FURI RGB DDR5-6000外观性能是真的不错 可惜这次的影片没有办法一起测试 但是我会尽快产出内容让大家看看 i5的部分主机板则是搭配ASRock的Z790 Steel Legend 这张算是这几张主板之中最高接的 至少单从价格来看是最高 不过比较抱歉的是我已经用DDR4的主机板测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张就给Enter拿去搭配i5运行 那后面我们也就不方便再换来换去 这次ASRock最酷的就是 几乎一半的Z790产品线 全部都搭载了EDP接头 虽然目前规格显示是只支援1080P啦 但是对于想在机壳内放给荧幕的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方便 真的会有人想在机壳里面放一个荧幕吗 再来i5-1360K搭配的记忆体是 金士顿的FURI BEAS DDR5-5200 16G×2 这组相对刚刚的FURI BEAS的RGB是低调许多 各位名眼人都看得出这两组记忆体差在哪里 没错就是差在主机板 我的天哪又是这个烂梗 刚刚有说DDR5-6000对于追求性能的朋友是一个甜蜜点 那DDR5-5200我觉得就是对于目前大众的甜蜜点吧 因为目前DDR5的市场价格已经越来越划算了 所以如果你执意想要买DDR5-4800 那我反而还会推荐DDR4哦 散热器的部分 i9-1390K的水冷 我们就继续采用我的老朋友 NZXT的Z73 RGB 这组市面上几乎是最帅气的360水冷 拿来压制这颗24核心怪兽 应该也算是门当户对吧 而且我还特地的把水冷头的图片换成这个冰山的图片 看起来应该还会再凉一点 如果你还有刚刚那张Astrak Z790 Steel Legend 然后你又这么巧的有1DP的萤幕 那你也可以组一个机壳内的双萤幕 i5-1360K的部分 我们是搭配BQRT的DDR4 那这颗塔散的散热和静音效果都是一流的 虽然说在预设的情况下都还不会撞到温度强 但是功耗解锁之后跑FPU会达到185W 即便是像DDR4这样的顶级风冷也已经有一点压力 那i5-1360K相较i5-1260K的150W已经增加了20% 如果Intel照这个速度继续堆功耗 看来下一代i5K版要超频的话 大概要考虑水冷了 一叠这次我们是使用Megrand Crucial的P3 Plus 4TV来做测试 PCIe 4.0的界面 然后拥有4800、4100的循序读写速度 算是PCIe 4.0 SSD中的中阶水平 i5-1360K测试平台的部分 我们则是使用较入门的P3 SSD 价格方面都是非常经济的选择 不过这个系列的TBW都不太算高 所以比较不适合重度写入使用 是说4TV的容量在日常和工作使用上 真的就是三个字 无忧无虑 以我目前平常拍摄都是采用4K 60fps 然后码率100Mbps的影片来说 极限状态大概可以储存89个小时的素材 如果你平常是Rui 1080p 然后码率更低的 甚至可以存到上百小时 相当够用 显示卡也是继续沿用大家熟悉的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90 Trinity 虽然说现在RTX 4090已经上市了 但是RTX 3090不论是在游戏还是工作上 都依旧还有顶尖的水平 而且外观的线条也非常帅气 至少在我看到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4090 Trinity之前 都是这样觉得的 RTX 4090那个极具未来感的外观 真的是深得我心啊 可惜相见恨早 果真男人是最怕在没钱的时候遇到那个他 反正在我看到RTX 4090之前 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90 在各方面对我来说都是相当够用的 对我都是这样子欺骗自己 避免患患病发作 即可的电供 继续使用老朋友NZXT H7以及NZXT C1000 那1000W拿来带i9-1390K然后加上RTX 3090也游刃有余 而且这边还可以直接放之前的片段 不用重新剪一举两得 接着我们进到跑分环节 拍谁因为手上没有R9-7950X 所以就只能拿上一代的R9-5950X以及R9-590X来做比较 那由于测试的平台和环境一定不同 会有一些许的误差 所以就是仅供参考 这次测试是采用BIOS预设 然后没有手动超频且解锁功耗限制 AMD的部分则是开启PBO 那首先看到Snearbench R23多恶心的表现 i9-1390K的分数为38550分 而i5-1360K则是24265分 看出这一代的i9-1390K对比i9-1290K 靠着规格的优势硬是暴增了1万分 非常厉害 那假如说换上420的水冷 分数应该还能再更高 而单核心的部分 i9-1390K的单核心分数为2230分 i9-1290K的分数则是2096分 在相同的Intel 7制程下 13代单核心的分数在R23提升了大约10%左右 不过由于Intel这边是有P-Core和E-Core的 所以这里的情况就会稍微再复杂一些 那我们接着来进行个详细的比较 那我们在进到BIOS后把E-Core关闭 接着再用纯P-Core跑一次R23 只靠着8颗P-Core的情况下 R23的多恶心分数也有22526分 也就是说光P-Core的效能 其实就已经和6P-8120之星序的i5-1360K相当接近 不过此时的功耗也来到215W左右 看得出主力输出还是来自于P-Core的 再来看到E-Core的部分 由于P-Core是无法完全关闭的 至少要留一颗 所以我就将唯一的一颗P-Core设定 跑在最低的800MHz频率 然后使用OCCT让它满载 然后接着再跑R23 这样跑出来的成绩应该是最接近实际E-Core的性能了吧 那这部分我只跑多恶心的分数 毕竟还有一颗P-Core好像不太公平 那多恶心的分数为18458分 就算分数再扣掉一些P-Core的分数 18000分左右这个成绩也是高于上上代的i9-11900K了 当然还有些人会有个疑问 会不会这一代的分数提升 其实就是来自于频率提高的关系呢? 所以我也将所有的CPU定在3GHz 来测试看看单核心的性能 在3GHz的情况下 i9-13900K的单核分数为1181分 上一代的i9-12900K则是1164分 其实真的是差不多 所以的确是在架构上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Intel在Intel 7工艺下 塞进更多核心的情况 然后频率还能更高 我只能说它真的是懂制程啊 接着看到3DMark的CPU Profile i9-13900K凭借着更多的核心 在分数上也是碾压重人 而i5-13900K也很不错 10373分的成绩 已经等同于AMD上一代的R95900X 和自家上一代的i7-12700K了 在实际应用测试的部分 V-Ray Benchmark的i9-13900K分数为26869分 相较上一代的i9-12900K是暴增了43%之多 非常的夸张 7-Zip的解压测试 i9-13900K为218455NiPS R9-5950X为225542 那这边AMD上一代还小剩一些 到了压缩的部分 i9-13900K的分数实在是低的吓人 比i5-13600K的126481NiPS还要低很多 那我个人推测的应该就是bug啦 因为我看别人测大约都是18万多 那我这个特低 但是我又测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子 而且解压缩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猜测有那么点可能是7-Zip跟我的CPU不太合吧 Blender Benchmark的分数 i9-13900K的部分 Monster为287分 那Junk Sharp为166分 Castran为129分 那三个分数对上其他的CPU都是大幅领先 虽然说CPU中是第一名啦 但是比起显卡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毕竟树叶有专攻 所以要做3D建模的朋友 预算还是要多放一些在显卡上才是正解 再来我们看到Jestream 2的分数 不出意外的话确实没有意外 那分数还是力压群雄的 游戏测试的部分 我选了两个代表性的游戏 CSGO以及Cyberpunk 2077 那两者都是在1080P特效全开的环境下测试 2077是不开光追 然后DLSS平衡档 那i9-1390K在CSGO的平均增为716FPS 而Cyberpunk 2077的平均增则是175FPS 至于为什么没有跟i5-1360K比较呢? 那是因为我跟Enter的显卡不一样 就算显卡没有成为瓶颈 测出来的数据还是不太能对比 所以我这次就只能放i9-1390K的成绩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下次Intel第14代出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它的CPU偷过来一起测 那数据我一定会通通放给大家看的 总体来说Intel 13代的架构其实和上一代差不多 但是凭借着时脈的提升 然后大幅拉高L2 Catch 增强了Fabric Ring 然后以及核心素倍增的E Core 不管是i9还是i5 多核心效能相较上一代都有40%左右的显著提升 所以说Intel这次的牙膏真的算是急得很多了 估计都够AMD的苏妈刷到明年的吧 i9-1390K无庸置疑会是现阶段非伺服器的顶级CPU好选择 但是如果是游戏玩家的话 我个人其实更推i5-1360K 因为售价只要一半 但是性能其实相对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毕竟现在的电子产品真的是越来越贵 想当年i9-9900K那时候好像最便宜的售价 有到13000还是14000左右 不过Intel说他当时买在18000 但很显然的他应该是把CPU当台股再买 现在这颗铜定位新的i9-1390K售价已经要到22000了 以i9-1390K的性能来说我觉得其实真的不算贵 毕竟他的性能分数是有目共睹 但是对于像我这种非i9不换的型号强迫症患者 其实很吃不消 以前买i9都只要17000左右 但现在要22k 就跟换iPhone是类似的概念吧 理性告诉我以电话来说性能要那么好干嘛 但是抱歉的浅浅我真的是需要那个酷东西 然后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现在很多产品都出了新一代旧的继续卖 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买新不买旧啦 不要帮厂商清库存 不过我觉得实际上现在的模式是有点改变了 厂商的策略等于是用旧款的产品 然后去填补一些中间的产品定位 举例来说RTX3090和RTX4090 那个性能差距之大 但是一个是25k,一个是50k 虽然说型号差不多 但是对于厂商来说它就是不同级别的产品 当然也有些厂商是真的要清库存啦 所以说对消费者最佳的购物策略 就是现在的预算或是需求多少 然后就根据你的预算或者需求去挑 像是假如你现在只需要i3的CPU 那就挑一个第12代的i3也没有关系 反正新的东西就是越来越贵 那其实也就是让有钱人或者有需求的人有地方花钱而已 那与我们这种平民百姓是无关的 我们这种就是挑自己需要或者合适的产品就好 相信我每天这样都骗自己几次 真的可以省很多钱 扯远了 反正目前看来 i9 1390k是真的强 那i5 1360k是真的香 如果你想要一次攻顶然后再战10年的朋友 你就选择i9 想要流畅的游戏体验或是预算有限的朋友 就选i5准没错 影片结束啦 不晓得这次的影片各位看完 有没有想要换Intel的第13代CPU 那可以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 你想要购买Intel 13代的配单以及原因 然后按赞分享这部影片 我们会挑出最有趣的几位 然后送出DDR5的记忆体等千元大奖 最后喜欢我的影片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Enterbox 最近我们应该会在虾皮上架一些好看的产品 大家也可以从底下的卖场连结稍微关注一下支持我们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